上个礼拜我们考虑的药理问答的第十三题 始祖守住他们被造的地位吗 始祖既靠自由意志得罪了神 就从被造的地位堕落了 我们先低头祷告 天父上的我们感谢赞美你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 可以查考你的话语 感谢你给我们你的圣灵恳求你慌重我们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所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之路 我们第十三题告诉我们 神创造亚当夏娃而把他们放在一个特殊的光景里面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么这个光景是人当时主动的 自由的 自然的 顺服神 这是人所谓的自由意志 那么 这实在是自由意志 但是这种自由就好像 一棵苹果树所拥有的自由 苹果树会结苹果 而 自由的 结苹果 不是勉强的 我的意思是说 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 的自由 不仅仅是 他可以 顺服神 也可以违背神 这是真的 但是他们的自由就是就像那个苹果树 他们的自由就是他们很自然的 很主动的 自由的 顺服神 但是他们最自然的情况 他们想要 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要 顺服神 做神所吩咐他们做的事情 但人在魔鬼的试探中 从这个自由顺服神的地位上 堕落了 这是第13题的教导 人有没有继续在神创造他们的光景里面 有没有继续在当中 我喜欢中文的这个 第13题的翻译 就是地位 始祖 守住 他们被造的地位嘛 但是 很可能 光景是更好的 翻译 就是翻译那个 英文的 神创造人把 创造亚当夏娃把他们放在一个 特殊的光景里面 那么这个问题的 简单的答案是 不 他们没有继续在这个光景当中 糟糕 现在每一个人生来在一个 跟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的光景 我们生来在一个 不同的跟亚当夏娃 被创造的时候的光景 不同的光景里面 那么虽然我们就像我们以上所说的 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 给他们 自由意志 他们不但可以 选择顺服神 或者是不顺服神 他们最自然的 选择就是要顺服神 那么所以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 没有这个亚当夏娃所拥有的自由意志 因为根据圣经清楚的交道 我们受到亚当夏娃的选择的影响 不但是影响 我们上个礼拜提出来 亚当违背神的选择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 因为亚当是我们他一切的后裔的代表 现在人根据亚当的选择 都是生来有一个与生俱来 对真理 对神 对福音的与生俱来的排斥 我们看一下生命纪第十章 第十三节 遵守他的诫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我也要叫你得福 那么这个经文教导我们 或者是暗示我们人生来是多邪恶的 因为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虽然神的吩咐 神的实戒 神的戒命 对我们不但没有害 反而是只要我们遵守他 我们就会得福 但人的光景 就是虽然如此 人死不承认 这些诫命是为了帮助他 为了祝福他 所以人只要可以违背 好像只要他可以违背神 他就感到非常的满足 满意 就像一个人 他去学习食物的营养 而之后 他就主动的选择要吃毒药 请注意 当我们描述人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所说的不是一个人或一些人们 我们说每一个人生来就是在这个光景里面 请注意 这个词就是光景 本来亚当夏娃还没有堕落以前 在这个自由 在这个自由主动的自然的顺服神的光景里面 但当他们堕落了之后 他们和他们一切的后裔都落在一个违背 神映着景象的光景里面 神映着景象的光景里面 那么十阶的前半部分 告诉我们如何爱神 前半的后半 实际的后半部分 教了我们如何爱我们的灵色 如何爱别人 那我们爱神 等于是神吩咐 我们要爱他 等于是他吩咐 我们要爱神真正的样式 就是说按照神所启示他自己的样子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一个小孩子 他妈妈过生日的时候 小孩子帮他买一个消防车的玩具 我很喜欢这个比方 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个小孩子 当他送他妈妈礼物的时候 不是在爱他妈妈 而是在爱他自己 那么我们 神吩咐我们要爱他 就是吩咐我们要爱他 真正的样式 那么神是谁 圣经告诉我们 他不是我们的朋友 他不是我们的父亲 神是我们的造物主 所以爱神的意思就是敬拜神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子 受造物跟创造着彼此的关系 所以我们如何爱神就是要敬拜他 那么第一件 吩咐我们要 不但要 除了神之外 不可有别的神 主动的说 我们要唯独 敬拜 独一无二的真神 那么第二件 不可 拜偶像 就是在告诉我们神 不但吩咐我们要 唯独 敬拜他 不可拜别的神 他同样也 吩咐我们 敬拜他的方式 因为如果我们用 不同的方法 敬拜神 我们就是在敬拜 另一位神 总要爱神 要唯独敬拜他 因为唯独上帝 才是我们的造主 总要爱他 唯独敬拜他 第二 用他自己所启示的 所教导的 关于他的方法 用他自己的方法去敬拜他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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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吩咐我们 不可望成耶和华的名 怎么样 爱神 要 把神的名 分别为圣 他的名 就是关于他自己的启示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 我们要承认 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是依靠他 就是他的名 要 不可望成 耶和华 的名 第四 为了爱神 神不但 为了吩咐我们爱他 他不但吩咐 我们要唯独爱他 要用他自己所给我们的方式 爱他 第三 我们要 把他的名分别为圣 第四 就是吩咐我们如何爱神 就是要有一个特别的时间 爱他 这是很合理的 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最重要的事情 人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都会安排一个特殊的时间 去做 意思是说 我们不可以随便 敬拜神 我在学中文的时候 发现随便这个词很有意思 我们 我们用随便 一个人曾经告诉过 我说你不要用随便来形容一个女孩子 那么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我现在的重点 就是 只有在不重要的事情上 我们才会用随便这个词来形容 随便你 随你的便 只有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 但是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我们绝对 我们习惯 不习惯用随便 甚至于在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 我们不要有这个观念 我们不可以随便敬拜他 怎么样 爱神要为独 敬拜他 第二 要用神所给我们的方法 敬拜他 第三 我们要 把他的名分别为圣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要有一个准确的心态 敬拜神 第四 我们要有一个特别的时间 我们要按照神自己给我们的时间 我们要在那个时候敬拜他 这一点 中国人没有办法否认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礼拜天就是 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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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得益处 换句话说 神不是一位 杀风景的神 换句话说 神给我们诫命 是因为他知道 只要人遵守他的诫命 就会得福 所以唯独 敬拜神的人 会得福 用神所教导我们 用什么样的方法 用神教导我们的方法 敬拜他的人 会得福 第三 把神的名 如何敬拜神 在我们的心态上 在我们的心里面 把神的名分别为圣 分别出来 这些人 才会得福 意思不是说 如果一个人 把神的名分别为圣 的话 这是很伟大的事情 所以神会祝福他 而是 我们要把神的名 分别为圣 是因为神就是 与众不同的神 我们看一下 以撒亚书第六章 第二节 旗上有 沙拉福 在位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 飞翔 彼此呼喊说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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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 充满全地 很奇妙 这是唯一的神 唯一的属性 说了三遍 为了描述神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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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就是圣洁的神 所以意思不是说 如果我们把神的名 分别为圣 我们就是很伟大的人 而是说 上帝就是 与众不同的 所以如果我们不把 他的名字分别 在我们的心里面 用这样的心态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必定会受害 因为神就是 这样子的神 不是那个诗篇 第115篇 第一节 耶和华 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不要归于我们 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 归在你的名下 归在你的名下 如果人唯独荣耀神 荣耀他的名 就是他所启示的 描述他自己 他是怎样 按照神所启示的 他是怎样的神 去进来他 把他的名分别为圣 我们才会得福 因为神就是 这么伟大的神 我们所吃的食物 给我们的 我们身体的营养 是神 自己的 安排 我们所呼吸的空气 跟我们的肺部 完全的适合 也是神的决定 你会说这个奇妙的语言 中国话 也是上帝所安排的 而当你开始学习英文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自己的语言 是那么的奇妙 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 学生常常会问我说 老师 中文好不好学 我就习惯这样回答他们 我说从英文到中文的距离 跟从中文到英文的距离 一样远 语言是非常奇妙的 一个现象 而神给我们 语言就是要我们沟通 主要是要我们沟通 神就是这么伟大的神 就是这么的与众不同的 而到最后 神不是煞风景的神 当他吩咐 我们要把一个日子 既然神是与众不同的 神是圣洁的神 他最后第四节 吩咐 我们要把一个礼拜 其中的一个日子 把它分别为圣 为了敬拜神 他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时间 因为这个事情 敬拜神是那么的重要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是那么的重要 所以神安排一个特殊的特别的时间去做 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 这是很合理的 礼拜天 就是在礼拜天中 我们就是要做礼拜 就是要礼拜 就是要敬拜神 合理的 理所当然的 那么这就是要理问答 第十三题 就是说 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 有没有继续在神创造他们的光景中 简单的答案是 不 他们从这个光景 堕落了 第十三题说 我们的始祖 按照神给他们的自由意志 得罪了神而堕落了 不仅仅是堕落 他们得罪了神而堕落了 所以下一个问题 第十四题 就是 罪 既然他们得罪了神而堕落了 那么 罪是什么 凡不遵守 或违背神的律法的 都是罪 你去想一想 这是你自己的语言 我们说某某人 他是个罪人 他犯了罪 我们都认为这个是很合理的 的一个逻辑 我们说他是个罪人 他犯了罪 所以他要坐牢 你有没有想过 难道我们要把这个人 关起来 因为我们不喜欢他所做的事吗 那也许他也不喜欢你所做的事 那你把他关起来 是不是说你在欺负他 除非你有一个道德上绝对的标准 否则的话 你就是你把一个人关起来 你就是在欺负他 换句话说 你凭什么说 那个人的行为是错的 那个人的行为是坏的 而你自己的或别人的行为是好的 除非你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所以第十四题的答案就是 凡不遵守或违背神的律法的都是罪 违背神的神的律法 所以我们刚花了不少的时间 在神的与众不同 神的圣洁这个属性上面 因为神是与众不同的 神是超越我们的神 祂是创造 祂是我们的造物主 所以因此我们很合理的 很合乎逻辑的 就是要听神的吩咐 神这句说给我们的诫命 是一个道德上唯一的 违背 那个绝对的标准 而除非我们有一个 绝对的标准 否则的话 罪恶根本不存在 那么我们现在不是正在怀疑 这个绝对的标准吗 我们在怀疑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至少要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正在怀疑一个绝对的标准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而我们怀疑它 这不是得福而是受咒诅 另一方面 假设我们真的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你做你要做的 我做我想要做的 那你凭什么 或者是我们凭什么 把任何的人 关在监狱里面 中国人请听 我们说男女 男的跟女的不一样 这是你自己的语言 父母 儿女 夫妻 儿子跟女儿不一样 夫跟妻 都不一样 父跟母不一样 这是你自己的语言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 第二十六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到了第二十七节 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二十七节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很有意思 圣经不但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他先说神创造 照着他的形象 创造人 后来他告诉我们 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 神不但是照着他的形象 创造人 他是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 很有意思 男的跟女的都是 第一都不一样 男的跟女的不一样 还有呢 第二 男的跟女的都是照着神的形象 受造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还有呢 很多人都会反对这一点 但是这是圣经清理诺教的 他不但 把男的跟女的 说成是不一样的 他先说 男 再说 造男 造女 你看 中国话跟圣经 是一样的 都是说 儿 女 先是儿子 再是女 先说 儿子 先说 父 再说母 父母 儿 儿 女 夫 妻 主 父母 那么圣经这样说 而且你自己的语言 这样说 是不是说人 男人 更有价值 没有 我们看一下 格林罗前书第十四章 第四十节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案子次序行 还有意思 为什么圣经 先说男 再说女 而你自己的语言都是这个次序 是因为神要我们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 连你自己的语言都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男的更重要 不是说男的更有价值 而是我们要按照次序行 中国人 你常常告诉我 你有五千年的历史 难道你要坚持说你五千年的历史 都是胡说 你自己的祖先都是饭头吗 他们都说 儿女都说 夫妻都说 父母 那么我在强调什么呢 我在强调 神不但创造我们 他同样也给我们一个绝对的标准 而当我们违背这绝对的标准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得福 反而会受咒诅 这就是罪 就像我们刚刚说 如果没有这个绝对的标准的话 那罪根本不存在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自然而然都承认 有罪人 而且我们不但承认 有一些罪人 我们也会把 他们同意 要把他们关起来 关在监狱里面 就在 私底下 就在 下意识地承认 这个绝对的标准 所以第四四题 罪是什么 罪 反不 罪是什么 反不 遵守 或 违背 神的 律法的 都是罪 我们下个例外 要解释一下 这个 第四四题里面 所分别的 是 就是说 遵守 要 人要遵守 神的吩咐 也是 不 可以 违背 阿们